作曲 王和紀元 因為我本身住彰化 所以其實對於彰化圖輯很多 其實已經蠻喜歡去圖輯的 那以前都是學美術 然後等到大學之後 其實是到夜溪 就去沒有教課師傅 那開始對于教課有興趣 然後開始從事對於雕刻的研究和雕刻的學習 然後到現在大概十年了 我們是屬於傳統藝術的東西 但是傳統藝術的東西大家都印象在廟宇或建築上面 但是我們透過上面的圖騰做一些文創商品 從傳統藝術上面要轉變成文創商品的時候就是 你的圖騰上你要去思考跟設計 所以你要讓大家可以去接受你的圖騰 也不能太傳統的東西 但是還是要含有一些傳統的元素在裡面 在考慮價格的時候 比如說在販賣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就是 你今天做的時間 不符合成本 不符合成本的話 那你可能設計出來的東西 發現要花很多的時間 但是你價格又不能買海報的時候 那可能這個照片就會被淘汰掉 如果我獨自一個人完成的話 大概要看作品的大小 然後就是複雜程度 有時候短到兩個禮拜至三十個月都有可能 有三種 第一個就是販賣藝術作品 做傳統藝術的 還是在傳統工藝這一塊 然後再來就是推廣教育 就是去外面教課 上傳統藝術的課 再來就是文創商品 然後文創的商品的體驗課 設計的東西是大家可以去使用 有時候當然大家可以 充分能運用在你的生活中 所以會選擇一些比較可能盤子啊 盤子啊 杯墊啊 然後把這些 比較傳統元素的 花的造型 或者說 不一樣的 或者說 像一些傳統題材的內容去融合 怎麼樣那麼簡單的方法 能讓大家看得懂 然後又可以讓大家可以去 自己玩 自己去體驗 我這邊很多都是 可能是外國的啦 對 對外國來說 傳統藝術的東西 是比較屬於中華文化的東西 那他透過雕刻的方式 了解了一些傳統藝術的東西的時候 他會發現 其實中間有 運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像是我們中國 本身的一些文化海洋這樣 大部分是我一個人 那可能如果人數比較多的時候 我會帶學生去到處理的時間 國中的時候 就是 種植 然後有 有參加那邊的就是 中介版 就是高槓牌 然後那邊老師 有推薦我來這裡上課 一開始 會 到後面就是慢慢的接觸 就是 這個感覺 技術上可能會 差個多 畢業週 對 還蠻喜歡的 對 就是自己有些決定吧 所以就有些 這一次的這個比賽是 今年2019的國際目標競賽 然後我是參加工藝類組的 那我其實用的就是傳農藝術的 一個作品叫 神舊主 對 造神舊主 這個 這股 三國雲的故事 那它其實是很長出現在 我們廟裡面的一個故事橋段 那它其實 有很多細微的地方 跟它 人物表現的地方 其實那塊作品做了大概長 長達快一年的時間 就是 雖然不是每天做 但是慢慢的 透過修 然後修改 然後去 製作完成 這件作品 比較多 比較像這種雕刻的東西 但是他們做的 不是傳統藝術的東西 比較做的是 比較公仔類的東西 是大眾喜歡的 但是 我覺得在設計的時候 還是以傳統藝術的方式去 推廣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這些傳統藝術 雖然不是主流 但是它還是有它的 存在的意義 跟存在的價值 那這摸摸的產業是越來越少人學了 希望的就是 能讓大家更了解 然後 喜歡長長這一塊 和藝術這一塊的人 都去關注這個地方